大家好,我是别远又来了 前两天晚上我跟我弟弟聊天 他突然说他想回家 他说自己在外面打工都快十年了 一直都是一个人 是吧,也会想家啊 我之前跟大家聊那个异地恋那一期的时候 就是好像聊过我弟弟和他女朋友的事 我说异地恋都是骗人的 爱情是需要肉的 不可能两个干柴烈火的年轻人 天天隔血骚痒还能维持亲密关系 我从来不信这种事 看样子啊,我弟弟应该是被我说中了 我作为哥哥呢 听完弟弟这样的话 心里确实有点难过 有点不忍 其实我们家里人也都想他 可是如今世道艰难 回来可能做什么呢 大城市虽然压力大 但是小城市不见得就是温柔香 我们这个小城市 每年人口净留出五万人 新生儿出生人口不足一万 房地产市上其实早就半死不活了 你看街边的店铺 三个月换一串 甚至都没有换的 都一直空在那 大部分都是那些不信邪的 赶床赶贫的年轻人从外地回来 回到家乡拿着自己的血汗钱 要不就是父母的养老金 出来搏一搏 想着单车变摩托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最后99%的人都是背着一身债务 黯然泪肠 所以我劝我弟弟千万不要回来 就是你哥哥我 也说不定哪一天还是要回大城市打拼 你在大城市虽然房租贵 从不下钱 但是不至于饿死 每个月多少还能剩一点 可是回来的话 平均工资三千 你能干什么呢 把那些传说中八千一万的工作 你听听就算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当真 就是小地方不可能有 就是有也留不到你 我也知道你很努力 可是许多事情也是努力不来的 我也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如果破除不了天道仇心这种幻觉 这辈子大概留位会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那些不信邪的人一样 就是忙忙碌碌一身 就是然后凄惨的老去 真的在我们这里 就是活着 可能在全世界来说 活着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特别是我们这里 就是一个智商一百二 都感觉不够用的社会 就是努力 真的成为你的木制民 而不是你的作用 就这个世界上 其实本来那个天才 就是占少数的 是吧 他们是上帝 撒骰子撒出来的 不是培养出来的 是吧 也不是努力出来的 是吧 你看牛顿 是吧 大部分啊 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搞那什么练单术啊 搞那些邪门歪道的 是吧 跟人吵架 是吧 你看随便抽出两年时间 来搞物理 是吧 就颠覆了人类科学 你说这有什么道理 是吧 这是上什么学校 上什么补习班 是吧 也培养不出来的 也培养不出来的 也补不出来的 所以啊 我早就想好了 就是 我的孩子啊 上学以后 我绝对也不会像其他家长一样 寄娃 是吧 他是不是个学习的料子 小学三年级 就能看出来 什么培训班 补习班 是吧 最大的作用啊 其实不是让孩子学习变好 而是让孩子丧失自信 是吧 养成学习依赖啊 暗示人无法通过自学 只能靠老师 或者专家给答案给迹象 是吧 这就有点宗教的味道 是吧 否定人有自学能力 是吧 才会认为啊 上学很神圣 啊 我觉得 有那功夫 还不如啊 带孩子啊 去户外 是吧 玩一玩 运动运动 是吧 到处跑一跑 见见世面 至少可以让孩子 乐观阳光一点 是吧 不至于动不动 就是抑郁啊 这儿痛那儿痒的 是吧 在屋里边 变成宅男宅女 是吧 这样心气 也可以高一点 是吧 见过世面 是吧 走到哪儿 是吧 都有底气 是吧 哪怕自负啊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都比养成这种 被动的依赖性强啊 我虽然上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很好过啊 后来又很烂过 但是无论 我好也罢 我坏也罢 我都觉得 跟那个学校没关系 跟老师也没关系 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是跟我自己有关系 是我自己不够努力 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吧 我不是学习的料 是吧 我不是天才 我可能就是一个 很平庸的人 所以我有了孩子以后 就是我明白 教育这个事 绝对不是说 你找个很好的学校 把孩子丢给学校 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学校真的管用 为什么学校里 大部分人都很平庸呢 是吧 一个普通正常人 面对一份收入 几乎不会上涨的工作 你干一天都先做 可是一个学生 从小到大 成绩都不理想 但是他的家长却认为 是他学的不够 要继续学 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 活数家长 也不希望我的孩子 有这样悲惨的 通年经历 我觉得一个普通人 最好的安慰鸡 最好的鸡汤 就是首先承认自己 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呢 再告诉自己 是吧 经常告诉自己 我已经比大多数人 幸运多了 是吧 我们不是天才啊 我们可能真的是 那个女娲补天的时候啊 就是随手一甩 甩出来的你脸子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就是每个人啊 就那些专家说的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啊 这种鸡汤话啊 除了天才啊 没有人是独特的 天才不需要开发 也不会被埋没 而我们绝大部分人 都是臃肿 你别看我天天在这说 自媒体魅俗啊 其实我自己也免不了魅俗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魅俗感觉比谁都厉害啊 是吧 大家都是这样的 你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的后代啊 大概率是这样的 我做不到的 其实我的后代也做不到 哎呀 我觉得我们的普通人啊 就是就本分的啊 当好一个庸主 就行了是吧 好好上班 好好工作 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适当努力啊 就是 但是不要单纯的 就是一根筋的往前冲啊 就像步兵冲锋一样 那个死亡率啊 接近百分之百 那个代价太大了 我们可以努力做一名骑兵啊 是吧 做一名弓箭手 对不对 同样的努力 你去做步兵啊 可能九死一生 但是如果你做骑兵 或者弓箭手呢 是大概率啊 那活下来 我经常笑话我那两个表弟啊 就是 如果你们把那个玩游戏的 那个那股子充劲啊 是吧 用在那个其他地方 你出去干啥啊 不能月入过弯啊 哎 我以前也是那种 一根筋要往前冲啊 就是 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觉得努力啊 一定会有回报 真的吃过不少亏啊 受过不少罪 呃 后来 当我有意无意的啊 闯进一片星天地以后啊 就我才发现啊 以前自己是有多少 很多你看起来很难的事情 是吧 很难的工作 哎呀 这些工作 别人是怎么做到的呀 其实啊 往往就只是 你连了 你连了个答案 就只是隔了一层窗户纸而已 你不知道 也没人点拨你 有时候你可能是无打无撞 是吧 学到了 有可能是别人教你 就比如说找工作吧 是吧 选择什么行业 选择什么公司 这样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很难很难的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计算一下 自己离老板的距离 是吧 离钱的距离有多近 是吧 你算一下 你算一下这个距离啊 你就能计算出你的前途 或者你这个公司的前途 你这个行业的前途 等等啊 哎 这跑题了 这个像关于职场这种话题啊 以后有机会可以说啊 总之我觉得啊 我们既要本分的啊 当好庸重啊 也要做一个聪明的庸重 是吧 古人说为上之和下云难以也啊 意思是天才就是天才 笨蛋就是笨蛋 是吧 这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普通人啊 正好处于那个中间啊 你想上一点点呢 就聪明一点 你向下一点点呢 就笨一点 就意思是我们普通人啊 可以上下一动 是吧 不用在乎一时的得失 是吧 一时的失意 是吧 我们也可以偶尔啊 仰望星空啊 是吧 也可以偶尔是吧 雄逆一些 有那种很雄俗啊 拥长的乐趣 是吧 仰望天空呢 不是说就是RQ精神啊 什么异响天开 而是发现自己的不足 自己的渺小 是吧 我看不到天空 我照照镜子啊 总可以吧 是吧 我妹所谓的 他如果快乐就不来 我就爱听那个港台 流行音乐 我就是不爱听国家大剧院 也不爱着别人 对吧 好了 今天啊 就是随便聊一聊 呃 这些话呢 也算是送给大家 也送给我自己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拜拜 咱们 好